学佛的人 对外一定是 两目诸佛 菩萨 实实在在说 一切诸佛菩萨 都是兴兴设变的 如其礼拜太多的佛菩萨了 也分心吧 不如就念一顺佛菩萨 我在十几年前 参访 林彦山寺 苏州 印族的官方 我去看 他官方的面积 整个面积 大概就我们摄影棚这么大 分作两间 一半是五十 一半是他的佛堂 他就在这个小圈子里头 佛堂里面只供一尊阿弥陀佛 没有观音实质 就是一尊佛像不高 在这 一次都高原 一堆垃圾 一堆垃圾 没有电垃圾 没人住了 一个小巷炉 一个银铅 一个小墨鱼 你看 就那么简单 一旦油灯 墙壁上写了一个字 死字 老法子自己写的 提醒自己 死就到了 什么都不想 小佛堂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 卧室里头有书主 大概老和尚平时 答复人家的信件 都在房间里写的 一张床 一个小桌子 也很干净 我们看了 那叫放下了 这个要学习 摆太多东西的时候 会动心 会起心动念 什么都没有 我们自己的佛堂 只有一步 大金主节 每一天读诵这一部节 听讲也听讲这一部节 这个很好 不再想别的了 人家也问我 我只认定阿弥陀佛 等我到阿弥陀佛 那里去了之后 受仿佛我再去拜他 我再去拜古古菩萨 现在不去 现在去 怕把我往生的事情 障碍了 随时都读 上了年纪的人 全会读了 真就无聊 年轻不觉悟 自己年轻烈烈 还有时间 还有精力 可以多学一些 到我们这年龄 就觉悟了 后悔 你看 年轻如果我就要闷 那我们就早成就了 不是现在这个样子